我今天講的叫做隱形形物 也就是 你不知道 它是隱形的 藏起來 然後 怎麼會有這個東西 買了房子之後才發現 靠北我們知道這個東西 我只好放你家了 你們會有這種困擾嗎 因為常常會發現說 奇怪這個房子 才剛蓋好 然後呢感覺不是投資客買了 可是呢 為什麼就賣的人這麼多 然後 這個房子有什麼問題嗎 出了什麼狀況嗎 當然 有些狀況是一定是 你住進去才會知道 但我會知道 所以我提前告訴你 希望你不要翻這個車 翻這個錯誤 大家好歡迎來到思惠說 今天要講一個呢 就是會讓你討厭到 想賣房子的一些諸多理由 那這些讓你討厭到想賣房子的諸多理由 其實 比如說看得到的像高壓電塔旁邊 焚化爐旁邊 這種事情當然你不會去住在旁邊 因為如果你笨到住在高壓電塔正旁邊 或是你笨到住在焚化爐 人家在那邊燒 有的沒的毒東西 你就一定要住在那邊的話 那當然是你的問題對不對 我今天講的在做隱形形物 也就是 你不知道它是隱形的 藏起來 然後怎麼會有這個東西 買了房子之後才發現 靠北我們家這東西 我只好搬家了 你們會有這種困擾嗎 因為常常會發現說 奇怪這個房子啊 才剛蓋好 然後呢感覺也不是投資客買的 可是呢為什麼就賣的人這麼多 然後就這個房子有什麼問題嗎 出了什麼狀況嗎 當然有些狀況是一定是你住進去才會知道 但我會知道 所以我提前告訴你 希望你不要翻這個車犯這個錯 因為你說房價我們加一點價賣掉 什麼都可以什麼 不是喔 你花出的心力是無法加價賣的 然後呢你那些裝潢有些 你太個人的裝潢也是沒有辦法加價賣的 你覺得金幣輝煌 結果下一個客人嫌棄到爆炸 或是你覺得是什麼自然風 別人覺得就是髒 你懂嗎 所以有些成本啊 你不要花這麼多錢 裝潢一個房子 然後那個大費周章搞不好還要換工作 然後才發現這個房子不是你要的 那個你的心靈會受傷會受創 所以我今天要教你有一些隱形的一些賢物 隱形就是你沒有注意到的 有些你能注意到的話就算 那你沒有注意到的話 我現在教你 有沒有功德無量 有喔 首先是這個叫做環境啊 因為環境而導致你想賣房子的一個狀況 那環境的因素很多 我們講說買房子不是location location讓你想要賣房子的 其實比如說我舉個比例啊 如果我家正對101 你覺得是好還不好 你家的那個客廳啊 主臥室啊 開啟窗來就是101那根巨大 而且你正在正隔壁 比如說信義路正隔壁 你覺得是很棒嗎 你家地段很好嗎 其實沒有耶 因為如果說你開門就撞到101 就是開門撞山嘛 所以很多在101四周的房子 其實大家盡可能的 主窗戶是避開101的 然後再像說101本身是辦公室跟商場 如果說你太低樓層 那面對的是透明玻璃的部分 高樓層是辦公室的部分 那你總會覺得說那些人啊 在101裡面透過透明玻璃正在監視你 所以面對101 但好現在目前四季飯店正在幹 台灣台北可能是最奢華的一個飯店 那它就是正對101 可不可以沒差 因為對你來講 如果你去四季飯店住一個晚上 你面對101 你想到就是我走到對門 對街就可以逛街 不是很棒嗎 你想的是這件事情 對不對 那如果說外國的那個觀光客 或是外國的商旅客 住進四季飯店會覺得 我走到對街就是世貌 就是101 所以對他來講 面對101不是問題 但是如果你的住家 面對101 那就是一道牆 你就不會喜歡 這叫做環境因素 那當然我挑一張照片 是有點噁心的 這個叫做畫糞池 面對畫糞池 你還願意買 在淡水就移動豪宅是這樣 但那個豪宅是這樣 它的掙錢方式 就是海天一色的沙輪海水浴場 然後最近呢 有市議員想要復辟 就是沙輪海水浴場 是國內經常死人的一個恐怖危險海域 那那個市議員就覺得 已經經過一二十年了 我們想要恢復沙輪海水浴場 因為感覺它現在不危險了 因為沒有死 沒有人下去完蛋不會死 對不對 但是它危險海域還是存在 所以那個市議員 他想做什麼事情 你們都很清楚對不對 反正最近有沒有選市議員 那他如果要恢復沙輪海水浴場 也是市議員常會做的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合法 但是讓人覺得你有問題 因為沙輪海水浴場在我們年輕的時候 真的是常常去然後常常死人的地方 那個地方 它的水流問題 我不要講什麼吸毒針頭 它的水流問題才是最重要的東西 好 那個沙輪海水浴場 正第一排那個豪宅 它的背後正後方 就是不是這一顆 它就是污水處理師 專門處理北台灣淡水地區的大便 那你會想說你家大便跑哪去 因為現在雙北市的污水都已經是公家處理 以前是在社區底下處理或是要去找抽肥 堆肥車抽一抽超噁爛的 這十年來 我們社區都是自己家裡處理完後排出去 然後我們附近所有的社區都是堆肥 就是請抽肥車 就是你大便滿了 找抽肥車把它抽一抽抽出去 我個人覺得有點噁爛 好 可是最後都到這裡了 這是五股 想買五股的朋友請舉手 有沒有 舉起你的右手 想買五股的朋友 你在旁邊就是這個東西 污水處理師 但這個實際上它的地點是在五股工業區內 所以你頂多在旁邊上班而已 你並不會說啊我住在旁邊 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很想住在五股工業區旁邊 你自己想一想 你家旁邊就是這個東西 然後所有新北市的塞都到這裡來 都認識來這裡 然後一陣風吹過來有沒有 你不要說鎮隔壁 沒有人想要住鎮隔壁 除了淡水那個豪宅 真的住在鎮隔壁 誇張到一個無以復加 隔一條馬路而已 就是了 當然現在淡海心思症人不多了 但是你想想看 黃金萬良 沿著東北季風吹下來 所以它的自己小心 這叫做環境因素 它明明就擺在這裡了 你如果還要硬去湊過去買這個東西 然後再住進去 他覺得說奇怪 我們到哪裡湊草 但是怪說環境不好 那就是你的錯了 所以這個時候很多人住著住著 就想搬家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好首先飛機 因為最近疫情結束了 疫情結束了 是不是 飛機變多了 大家都出國了 所以不管是松山機場也好 或是桃園機場也好 飛機都變得很多 那當然松山機場目前為止 中國的航線並沒有全面開放 所以目前的航量還是有限 只是說前陣子我去南港演講 南港 演講完走出來 就看到飛機飛過去 我心裡想 哇 這個環境我想住嗎 如果住在這邊動不動 因為我以前在義莊開上班 義莊開在內湖 然後呢 內湖離松山機場再遠一點 對不對 是 然後我在內湖呢 只要在陽台上 或是甚至我們的陽台門沒有關 你就沒有辦法講電話 因為你會聽到 飛機巨巢 那這個飛機巨巢 影響的地方呢 其實就是在台北市在大同 新北市在三重 然後內湖 南港大概是這一地區 松山區 然後沿著這個航道 這個是台北市 松山機場 上面是大直重劃區 所以大直會看著飛機起降 能看得到 有可能也聽得到 聲音沒有很大聲 可是如果你去河濱公園 就會聽到很大的聲音 那為什麼豪宅沒有感覺呢 因為豪宅是不開窗戶的 他們不打掃 他們不喜歡外面的灰塵飄到家裡 或是他們根本覺得 我們只是一個金魚缸生活的人 Anyway 我去大直的河濱公園 我都覺得真的超級吵 超級吵 騎個腳踏車 飛機飛過 沒辦法講電話 你懂嗎 這你們都知道 台北人都知道 所以飛機會沿著航線上上下下 所以這個地方是三重 三重再遠一點是新莊 新莊可能聲音就好一好一點 可是到了三重就很大聲 因為我住過三重我知道 然後到了大同區更大聲 所以這邊還有那個高度限制 所以有一段時間 這邊航道的房子賣得不錯 因為大家忘記有松山機場的航道 那最近恢復了 突然間很多人拿出來賣了 因為你突然間想起了 天空有飛機飛過 是非常吵架式 還好吧 十一天 反正我們就當作習慣就好了 這個網友跟我講 他習慣 沒有聽到飛機 他覺得怪怪還睡不著 這只是安慰自己的話 動不動去咻過去 對你的健康是有影響的 松山機好飛 然後走 那這邊就是 內湖五騎重化區 然後南港 然後什麼 就是這一塊 這邊也是 這是南港內湖 就是這麼長 就是這麼長 所以現在這個航道 已經還沒有完全潮 等到中國航線恢復 你就知道什麼叫做潮 那有些人從松山飛日本 也蠻便宜的 現在日本的機票開始降降 因為大量的飛機出現 沒有這麼多遊客 或者是說 往來兩邊變多了 總之飛機變多了 你就想賣房子 那桃園呢 一樣啊 這是桃園機場的跑道 不管是從上面走 還是從下面走 反正就是看天氣氣候 怎麼飛進飛出這樣 這邊就是什麼大圓啊 基本叫大圓空難 大圓空難 但是在航道下面 然後飛機掉下去 所以叫大圓空難 所以大圓呢 只要飛機恢復了 這邊的飛機就會非常多 那最近那個第三 跑道第三航下 正在認真的努力幹 如果一交通部 或是桃園縣政府 或是鄭文燦的一些規劃 台灣的桃園的飛機 會變得更多 那變得更多的情況之下呢 這邊只有更吵 沒有安靜 懂嗎 航空城 有時候航空城的重點 並不在航空城本身 航空城重點在於土地的遊戲 可是對於限住居民來講 你就要知道說 原本這邊飛機就這樣 後來變得更多的時候 你該怎麼自處 如果說現在只有十分鐘一台飛機 以後是五分鐘一台飛機 甚至每分鐘都有飛機起降的時候 因為三條跑道嘛 假設兩條跑道正常運作 這邊就會一直有飛機飛來飛去 大圓 中立 這邊都有飛機的 你要想想喔 飛機這件事情是無可 沒辦法逃的喔 你說我塞而塞 沒辦法喔 所以台灣可以規定說 深夜十二點以後 不准飛飛機是可以的 但是白天 飛機起降 非常的驚人 懂嗎 再來 垃圾 我們知道台灣是垃圾不落地 但是根本就不是垃圾不落地 常常在比如說下午三點 再倒垃圾的時候 兩點就有人拿出來等垃圾車 你說他人在那邊等 等到垃圾車來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常看到 不是他在等 我常看到就是說下午三點收垃圾車 早上十點 他就包好放在那邊等 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垃圾會放在街頭呢 不是垃圾不落地嗎 然後你就看到清潔人一直在搬 因為他等一下還要做別的事情 那垃圾下午三點才來 所以他堆了一座山之後呢 他包好了 路過的人就是沒包好 就亂丟一桶就丟進去 所以你說你是怪那個社區亂丟垃圾 還是怪路人亂丟垃圾嗎 可是事實上 你就會引誘人家丟 你不覺得放在這一堆 你就很想丟一包垃圾下去嗎 反正沒人知道 或者是說你又不會拆開 看我的名字寫在裡面 你會這樣想法嗎 或是你這七個摩托車到處巡邏 誰把垃圾都拿出來 你就亂丟一下 送啦 跑掉了這樣 就引發人家倒垃圾的一些欲望 看到有什麼夏天到了對不對 放個西瓜皮也爽 因為天氣很熱啊 西瓜會臭啊 每天都要倒垃圾啊 所以現在是夏天時間 這種在街頭到處堆垃圾的情況 會越來越多 那我講附近是說 你看今天順風向 風一吹 這個房子怎麼辦 你覺得住這幅的人會爽嗎 他整天聞到垃圾的臭味 然後往他們家噴 你覺得他受得了嗎 你說我每天要忍受 聞到廁所味道 聞到那個垃圾的臭味 冬天也就算沒什麼味道 那夏天呢 臭到爆炸 那整天堆這裡 這邊蟑螂老鼠也特別多 因為蟑螂會知道說 這裡比較有味道 那那種湯汁流下來有沒有 更噁爛的味道 就會全部留在這邊 沁到泥土 沁到你的瓷磚裡面 所以你瓷磚啊 都會有垃圾的味道 那種發霉腐爛的味道 你就住在這邊 風就一直吹 你會不會想搬家 你抗議有用嗎 你叫環保隊叫警察說 不准你在這邊給我弄 你可以試試看 你真的可以試試看 但是如果沒效 你就想搬 因為就算了 他們講不聽這些奧客 這些垃圾 然後整天堆我家門口 我受不了 你可以去找里長去溝通看看 真的拜託 不要傻傻的成為 大家亂丟垃圾的犧牲品 那當然家具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有時候你大行家去打電話 請清潔隊來收之前 比如說你約今天下午2點 清潔隊來說 清潔隊會跟你講說 好你今天呢 早上2點之前先堆到指定地點 然後清潔隊就會收走 通常丟大型垃圾 什麼床啊 大冰箱啊 大冰箱可以那個 有些家那個什麼 買電器會回收 沙發啦 這種這種可以回收 床墊啊 有沒有 然後就會堆在路口 結果大家都不是當天 大家都是提前三天 因為 你家的新沙發到了 你們家放不完 你就要很沒品地丟外面 人家沒有位置啊 我怎麼知道 反正他們來說啊 而且還有一種是那種 別人預約好了 你沒有預約 你看到有人堆這邊 你就同時丟出來 想說清潔隊順便說 大家都這麼沒品 真的 有品的人真的不多 那還有 你放了家具 人家就會丟垃圾 全部都是垃圾 一樣啊 引發倒垃圾的慾望 那一堆東西 那久而久之 因為清潔隊在收的點 都是固定的點 那這一戶人怎麼辦 他很壞 而且這個垃圾可能對個兩三天 每一兩個禮拜就有兩三天 每一人兩三天 如果你剛好是買在這邊 裝潢了 住進去發現你家很臭 那就是這種東西造成 會不會吐血 再來 這種只是臭味而已 如果你家旁邊有人家在 蓋大樓 你死定了 對不對 附近居民恐慌了 這些八部推薦商居然 你敢弄一個洞 然後現在隔壁還要繼續挖洞 抽地下水 不嚇都嚇死嗎 現在幾乎工地旁邊 只要蓋大樓 你就應該挫散 今天錄影的今天 台中又有一個案子 一台車掉在洞裡面 又是一個小天坑 我已經查到是哪個案子了 只是我來不及PO而已 看我這幾天會不會PO出來 你就知道這個案子大還是小 當然是小案子 因為它是在巷子裡面 市場附近 第六期 我這樣講知道 第六期 好那不重要 重要是說 你在旁邊 然後就一個天坑 你不會害怕嗎 你這樣不會倒嗎 所以你看 最近有那個天坑的那個 像瘟疫一樣 這樣子到處擴散 信義區天坑出現 旁邊的房子幾乎要倒掉 然後新竹天坑 然後板橋天坑 然後現在是台中天坑 這個天坑直草連成一線 連成七星點珠之類的 隨便直草連成一線 天坑會繼續下去 但因為最近的雨下了比較多 水量高 然後建商蓋房子要抽水 抽完水 然後突然間空掉了 那個力量不見了 房子有可能會塌 路有可能會塌 天坑就會出現 所以你家旁邊 如果有人蓋房子 你得小心 我提醒你 就是如果發現房 墙壁裂的 馬上跟附近 馬上找建管單位 建管單位 不是建商 建管單位 報零損 打1999 報零損 直接上自己上網查 各縣市政府的建管單位 報零損 重點就是這三個字 報零損 建商要請使用執照的時候 必須要無零損證明 才能夠請使用執照 只要它弄裂了你的牆壁 當然是它該負責 報零損 有紀錄 它就會幫你處理 如果你沒有紀錄 它就不會幫你處理 使用執照拿到之後 它就不理你 你再怎麼叫記者會 開記者會都沒用 它說我們會幫你修 然後就不理你 我們很忙的 我有派人去你那邊 慢慢修 懂嗎 建商都是很低級機歪的 因為他們就是這種產業 我們這種產業長大 我都會知道 重點是 報零損 提醒你 懂嗎 所以你看 祖北天跟旁新街的居民有安全 大家錯到一個不行 警鄰社區大樓一公尺多 怎麼辦呢 建商怎麼辦呢 建商說我依法申請啊 可是呢你會害怕啊 那你就不讓我做啊 那 現在已經成為恐慌了 所以各位建商大人們 小心蓋房子可不可以 不要這麼的 不認真蓋房子好不好 19出境案 畢竟100%不合格啊 它有時候會自己 掉人下去 有時候自己會燒起來 如果它掉人下去 跟你無關 如果它房子燒起來 你就會挫散 因為它在你家旁邊 大火燒起來 如果蔓延過去 你家就同時被燒掉 如果沒有蔓延過去 至少你家燒會燒得亂七八糟 在台中棄襲 那個案子就是這如此 好 燒得亂七八糟 那你看這個一砍砍到捷運 人家準備要恢復 恢復開工了 各位台中做捷運的朋友們 你們自己小心一點 第二刀會不會再砍下來 我們不知道 所以只要建商蓋房子 你得小心 那如果你要安全 或是說你要 對自己保障的話 你可以隨時在家裡裝監視器 如果說建商離你家太靠近 那個工地太靠近 你真的要隨時拍照 建商還沒有來之前 這個牆壁是平的 結果建商開始挖第一刀 連續壁的時候 我們的牆壁裂了 地板開始傾斜 這件事情都是零損 你要爆零損 還有一個環境 我覺得這個環境也是蠻隱形的 當你在買的時候 你可能覺得商機無限 可是住進去真的發生的時候 你會吐血 就是比賽 最近大家封比賽嗎 沒有 對 大家封的是籃球 籃球在室內 有棒球嗎 現在沒有了 對 現在沒有了 以前在封的時候 哇 什麼泉源球場啊 什麼的 有沒有 我去過這裡 共同播吧 我不知道為什麼到時候找我去 總之呢 房子就要蓋在隔壁 比如這幾棟有一些房子蓋在隔壁 有沒有 有啊 然後呢 你當初想說 那個球場第一排 所以免費的演唱會 免費的棒球賽可以看 你當初可能會想這樣 對不對 那如果說今天 每天那個人這麼多 這個上萬人 你每天回家都回不了 因為人車非常多 你想要做個捷運回家 對不起這邊都是人 你出不了戰 這是一個問題 或者是說夜市來了 靠北怎麼辦 我們是豪宅耶 怎麼一堆夜市 亂停車 全部都把你爸旁邊全部停車 我們是豪宅耶 怎麼可以亂停車 親譜或是說 就有這個問題 你說這樣台中 台中目前地大污泊 那個週期保安球房間 沒有什麼人 所以所有的亂象 你感覺不到 但如果你就是買在隔壁 你想說商機利多 演唱會第一盤 對你會這樣想 但如果說今天來的是 你不喜歡的歌手 整天晚上在那邊 抖子抖子抖到12點 你會不會瘋掉 小巨蛋附近的居民有多恐慌 你就會有多恐慌 因為你整天聽著 抖子抖子抖子 很吵 我去過高雄巨蛋 也有去過台北小巨蛋演出過 然後我知道說那個震撼 那個音響的震撼是非常的恐怖 去便利商店買一個飲料 都可以聽到那個巨蛋裡面 那個抖子抖子抖子的聲音 我想說還沒開始 還沒開始的時候 他那個抖子抖子的前奏 讓你興奮的那種聲音 傳遍附近 這種東西你房仲不會跟你講 你買房子的時候你也不會知道 等到你住進去的第一個晚上 他剛才演唱會一開 然後人很多 你就瘋掉了 然後你就覺得微微的 抖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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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心臟就爆炸 你想這歌是五月天 對 萬一你不喜歡五月天 人家才不會跟你四四五 人家每個都買三天三夜 好不好 那如果呢 又打籃球又打疫苗 這個是桃園巨蛋 我本來一直嘲笑說 桃園巨蛋是家具賣場 結果沒有 有時候他真的是打籃球 沒錯 滿場籃球尖叫聲有沒有 但是你住旁邊的人 你聽到的是尖叫聲 攤販 然後呢 汽車亂停車 因為龜山這邊交通也沒有這麼方便 所以已經是汽機車 全部在這邊 人車很多的時候 然後等到所有結束了 擅長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回家 那你這個打疫苗 但在疫苗期間 疫情期間就打疫苗 所以他居然有在打疫苗 你就會擔心說 哇打疫苗 那萬一這邊有生病怎麼辦 你會擔心 但打疫苗都是健康的人來打的 生病的人是不會來打疫苗的 就變得多功能聽 那所以為什麼桃園巨蛋到現在附近 在龜山區 一直沒有成為桃園的主要生活圈 或是知名商圈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裡比較複雜 出入比較亂 那你如果說想要熱鬧 平常就只有家具特賣 尷尬對不對 所以誰還記得桃園巨蛋 你有去過嗎 我沒去過 看籃球可能去過一下 那你回家怎麼回家 騎摩托車 這樣子有沒有 然後 好不然一看完很興奮 在門口跟朋友打屁聊天一下 講話就很大聲 因為你正在興奮當中 搞不好還可以喝個酒有沒有 好爽喔 剛剛你不看那一球 吵死對不對 一直有人看房子 這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隨著交易恢復 沒有恢復 隨著打房要出現了 可是最近有些屋主 會比較著急的想要講價 趕快賣房子 所以 一個社區如果一直有人在看房子 你家會變成這樣 工地封 因為電梯會封起來 因為 成交了 要裝潢了 於是電梯就把它包起來 然後就會很熱 因為它的通風是不順 因為怕把電梯碰壞 那這個電梯就覺得熱得要死 然後小偷如果進去也照不到臉 因為有時候 電梯為什麼裡面做四面鏡 就是為了照清楚 使用電梯者的臉 懂嗎 然後這時候如果小偷進去 就比較容易照不到臉 那你就整天維持 管你花五千萬一億的房子 都長這樣 但真正豪宅它是有施工電梯 不是人坐的電梯 施工電梯是施工電梯 然後客人上下 住戶上下是住戶上下的電梯 不太一樣 那這裡就變成工地封 開心嗎 你們家如果說一開始這樣 你會忍耐 如果十年都這樣的時候 十年 你看當你生病的時候 沒有你很不舒服的時候 你說沒關係十位哥 我們在白天上班 晚上他們回去沒有施工 不是啊 你總會在家裡生病吧 你咳嗽 你得COVID-19 最近很多人得COVID-19 很多耶 然後你想要好好休息 就隔壁那邊 嘶嘶嘶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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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咚 你怎麼辦 發瘋 所以你看這些房子喔 這是台中 目前轉售最嚴重的就是台中 這十三年之中 一直有人買賣裝潢 所以他裝潢的時候 電梯要包起來 然後他正在嘶嘶嘶 咚咚咚咚咚咚的時候 你可以在家裡休息嗎 你生病的時候 你最需要休息 你會瘋掉 你就想搬家 如果一直有人在裝潢 一直有人在裝潢 你的病就一直不會好 好 以上是你看光是環境因素 我都講了這麼的久 因為環境真的很讓人家 討厭到想賣房子 這是最重要 再來 如果說你買錯房子 就是建商的規劃 規劃的太爛 你要住進去 你就想賣房子 可是你買的時候 你會失心瘋的亂買 比如說這種一層很多戶的 你就會讓你容易失心瘋 這一層到底幾戶啊 二三十戶跑不掉 看起來很模糊 但不重要 重要就是一層很多戶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這樣嗎 飯店式管理嗎 不是 是飯店式的吵雜 你住的月裡面 從電梯走出來 人家就會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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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是住外面幾戶呢 就會整天被人家尖叫聲 叫起來 這種日子不好過 你想要安靜一下 你就聽到人家的聲音 然後呢 你想要開心的在房間黑手 鄰居會聽得到 第一年你的門的收邊條做得很好 所以門的收邊條沒有問題 你覺得好像很安靜 等到了第二年第三年 時間差不多了 通常都是過了三年之後 你就可以在走廊聽到 各式各樣鄰居的電視聲 好處是你可以知道他看來是哪一台 晚上八點你去看一下房子 你知道這個鄰居看了哪一台 他的政黨屬性是不是跟你一樣 然後以後可以走出來一起去罵說 不要連人什麼黨這樣子 但是也代表說什麼聲音都很大聲 所以看中古的時候你去聽一下 走廊聽一下 有時候白天看房子你根本不知道 裡面在幹嘛 晚上你去聽一下就會知道 什麼叫做吵 那戶數很複雜 這一戶在賣飲 那一戶在賣毒藥 有時候就會發生 所以規劃不好 戶數太多 我們都知道這是凌亂的東西 就會凌亂 所以你買這個房子的時候 你心裡就要有準備 而且可能搬進去就想搬家 像這個 阿滴代言的工業災 瞬息瞬息 再瞬息 壓力真的好大 如果想知道接下來房地產怎麼布局 阿關在好房網和烏丹如一起來告訴你答案 記得喔 訂閱好房網 開啟小鈴鐺 因為精彩節目一上線 馬上就會通知 當然這個新聞是我發起 因為罵得要死 就是一個笨笨的年輕人 以為自己講說 這裡是一種工業區喔 不能住啊 結果就放了一堆沙發床啊 什麼餐桌啊 就是一副那個居住的樣子 然後還有一堆隔肩 然後還說謊 阿滴就是一個很笨很傻 想賺業配還不知道法規的人 這樣子 那工業宅呢 其實在很多地方這個案在土城 或是很多地方 像內湖也有 南港也有 工業住宅 新莊也有 新莊就是 一個住宅社區 一棟規劃住宅 一棟規劃一般事務所 就是辦公室這樣 那你說我買一個住宅區 本來就想安靜住 但建商不是這樣想 建商想要賺最多錢 所以有可能你住進去的時候 鄰居真的在工作 上上下下的辦公室人很多 所以你電梯的電費 就非常高 因為它的進出人口 比一般住家還要多很多 或者是它真的是營業單位 整天陰陰燕燕在那邊營業 人家還是合法 懂嗎 它是合法進出 那當然像阿滴這個社區 就是有人正在打鼓 你不要以為這樣打鼓沒什麼 那個低頻有可能傳得上上下下 那當然還有裝那個吸音棉對不對 這個吸音棉只是讓這個人舒服 我們不知道外面會不會很大聲 因為我自己 我自己經歷過錄音室的東西 我知道說如果這個錄音室 上下四周全部封起來 那自然鄰居比較不會發現 可是如果說沒有做上下四周的封 就是它沒有做隔音的工程的話 你家樓下會瘋掉 你這棟大樓的人都會瘋掉 因為打鼓它的低頻是很大聲的 然後第一年可能不會吵 等到地震搖一搖之後 那個鋼筋開始裂開了 開始有些縫隙了 你就知道那個噪音傳到四周的時候 會是什麼樣子 所以人家是合法開教室喔 這是登記 一般事務所來是辦公室喔 辦公室可不可以當那個補習班 它可以去合法登記 你還不能說你給我滾不行 懂嗎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想搬家了 而且你買之前不會覺得 好像還可以吧 你到底應該沒問題啊 然後等到哪一天租進去的時候 你就死了 知道嗎 好買二樓 有人喜歡買二樓 二樓是什麼 有一個大露台可以種花種草 感覺很舒服 有陽光可以曬一曬 推老太太去曬太陽很舒服 對 二樓 當然我們都知道 你網路想你查一下買二樓 就會有人寫上一堆奇怪的東西 比如說什麼都接得到啊 垃圾也接得到啊 菸蒂也接得到啊 屍體也接得到啊 所以二樓那種大露台 最常接到屍體 菸蒂 尤其是在施工期間 剛開始裝潢的時候 什麼大便 什麼垃圾 罐子都往樓下丟 因為工人有時候水準真的很差 沒有辦法 因為屋主沒有辦法教育工人 因為屋主不在場 抓不到證據 所以有些二樓都會裝监視器 對上面拍 看誰亂丟 就看證據是誰這樣 二樓在這裡 你也不能夹竿 因為夹竿是違規的 那當然二樓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管線轉折處 是不是呢 平常沒事 最近是不是下雨 下了雨你家開始冒水 你家開始噗嚕噗嚕噗嚕 你家開始有些奇怪的臭味 從你的排水口噗嚕噗嚕出來 因為外面淹滿了 然後你家開始淹 最近是下雨天喔 你自己小心喔 你會不會想搬家 如果你整天只要雨季一來 你家就是淹水 而且硬性還是那個髒水 臭水 大便水 封掉 周董鄰居入手 車道戶 四月後家家五十萬秒下車 車道戶有沒有 二樓三樓通常是車道戶 就是車道的正上方那一戶 我們叫做車道戶 車道戶有時候真的會比較便宜 因為它定家上 本來就是比較弱勢的一個 然後呢 當初你就想說 應該很好吧 現在豪宅呢 豪宅應該是很安靜 那個車道上下應該很安靜 結果晚上不是 三更半夜 周董要回家的時候 是不是那個車道鐵酒門會 ㄍㄧㄥ的上去 那人家的鐵酒門有沒有吵 我們不知道 可是很多房子過了十年之後 鐵酒門開始 ㄍㄧㄥㄚ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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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ㄚ 砰這樣 然後你住在二樓 或是你住在車道正上方 你就抓狂 然後那個車子在等那個鐵酒門的時候 在那邊 ㄍㄍㄍㄍㄚㄚ ㄍㄚㄚㄚㄚ ㄍㄚㄚㄚㄚ ㄍㄚ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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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ㄚ 往下開了 你知道它往下走 每天周而復始 那有時候呢 車道口有一些結水溝 那結水溝呢 它是一片鐵板 那為了防紋嘛 就是一片鐵板這樣 沒弄好 所以車子只要經過就 咔嗒咔嗒 咔嗒咔嗒 然後好 車子從一樓下去 到B1 B2 B3 咔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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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 你每天晚上就聽到 咔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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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们地下是车道 当然车道的问题就是 汽车 机车要下去之前 它那个烟当然是到处喷 所以二楼特别的臭 有没有可能 有 车道上方那几户都会比较味道 那这一栋豪宅呢 其实进出的车已经很少了 然后这个住屋还这么的不爽 苗迈 那谁要买 不知情的人 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任何的经验 哇 好美啊 装画超漂亮的 哇 树烧户 窗屋打开都是绿 你觉得很漂亮就买了 对不对 很安静 因为看房子的时候 没有人进出 所以你就不知道这个厉害 或是看房子的时候呢 房仲故意把窗屋全部打开 外面的白噪音 平衡了所有的噪音 所以你看房子的时候 如果你发现窗屋是全开 要小心哦 白噪音是可以平衡所有的 不该让你听到 但是你会疯掉的噪音 那如果说房仲把所有的窗屋 全部关起来并且开冷气 你也要知道 窗屋打开是什么的世界 不然你的电费就要很惊人 就要很惊人 但还有一种是 建商太烂 你如果说觉得我们相信人性 这个建商看起来不会怎么样 建商的小姐说 她有买一户 先生都是这样子啦 哪一个建商不漏水 买到这种 刚完工就漏水了 然后这里漏那里漏 你还不敢讲耶你知道吗 你怎么敢讲 我们家漏水了 早记得报道说我们家漏水 你们家房价大跌是不是 邻居以后怪你一辈子 所以这张 这个图出去之后呢 邻居开始怪 投资客乱丢影片在群组内 露出啦 投资客都知道 你家漏水要闭嘴 绝对不要讲出去 讲出去 斯维哥会发现 然后你们家房价旧大跌 大家都知道这个社区是哪个社区 然后旧大跌 不知道自己上网去查 因为太多了 不剩每一举 几乎都是 你懂 你现在懂了 之前我苦口婆娘讲了这么久 你就觉得 那是特例啦 小姐说是特例啦 业务说你斯维哥乱讲话 现在你全部都懂 这么多年来 泪奔 有没有 等到他复工的时候 继续 懂吗 会继续的 那有些社区呢 说晚上十点进制造噪音 公告不可以洗澡吗 公告写说 住户一晚十点后 不要制造噪音 合理 在家里一个不注意路 移动桌子 盯墙壁或小孩子 嬉闹奔跑 常见嘛 对不对 所以公告不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问题 希望大家安静一点 半夜洗澡洗衣服 整栋大楼都感受到 整栋大楼都感受到 半夜洗澡洗衣服 整栋大楼都会感受到 他是特别夹带这两句话 就代表说 如果说有人十点以后就洗澡 洗衣服 整栋大楼感受到 这个代表两个意义 一个是住户真的很大声 附近很安静 一个是建商房子 干得真的很烂 管道间乱弄 楼上的管道间 不是在该有的软道间 而是在你的卧室上方 所以楼上洗澡 你家卧室听得很清楚 我也讲过管道间的事情 床头旁边不要有管道间 因为管道间的声音 人家大哥变哗啦哗啦 你就听得很清楚 你就不要吵醒 疯掉 所以这个叫什么 建商盖太烂 也会发生 一个是规划不对 管道间放错位置 一个是建商太烂 那当然是说 如果你洗衣机在阳台 你阳台隔壁是卧室 很多人是这样规划 或是你洗衣机 洗衣机的隔壁有开窗户 总之就是阳台旁边有开窗户 所以你在洗衣服的时候 楼上楼下都听得很清楚 所以一样 楼上在洗衣服的时候 你就听得很清楚 那就是规划的问题 你的床 在离窗户太近 结果呢 隔壁刚好是邻居的阳台 所以他洗衣服 无论何时 你的卧室都听得很清楚 你就会疯掉 那你说 跑去邻居讲说 这位先生 你可不可以 不要洗衣服很吵 晚上十点 他可以不要理你 那是他的权利 可是我穿过去到你旁边 你至少 你的洗衣机 不要看出 奇怪奇怪的声音 因为前阵子 我看了一个影片很好笑 然后他为了证明说 我真的是洗衣机 是中古的 所以听到是 奇怪奇怪 的那种 不雅的声音 超不雅的声音 然后他真的是 PO一个说 我真的没有整天在做爱 我只是整天在洗衣服 那不是一样 吵到爆炸 那个奇怪奇怪 你可以把洗衣机调整一下 很吵好不好 但也代表 建商不好 或是你买到一个 规划不好的房子 你就会听到隔壁 你窗户隔壁 就是奇怪奇怪的声音 好 再来 前阵不是一个新闻很有名吗 容易发霉的 他说 我买了一个房子 建商送了 我一堆马桶 结果发现 没多久 我的马桶就发霉了 好恶心 发霉成这样 他说建商 可不可以负责一下 烂货什么 然后所有的网友 都在骂这个住户 说你是白痴 你要洗啊 你们家会发霉啊 那这个 其实 但你说 又会被发霉 有可能吗 又又又 你尿滋也会啊 那个吊垃圾 吊东西在那个 又表面上面 就整个发霉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不是说马桶不好 当然马桶不好也会这样 这个代表你们家发霉是不对的 你们家里面非常的潮湿 所以很容易发霉 你的浴室非常的潮湿 所以很容易发霉 所以这边的霉 等于你肺里面的霉 你要注意哦 等于你皮肤的霉哦 等于你衣服的霉哦 你们家全部都是霉哦 这个不是什么 你全家都有什么霉 你才发霉 全家都没 你们家全家真的都在发霉 这个你可以在厕所里放厨师机吗 有些人真的 真的会放厨师机在厕所 因为没办法 霉成这样 你全家都是霉 因为霉啊 你知道在 你们上过生物课 它那个霉包子在打开的时候 然后会那个 就是当霉成熟的时候 就像香菇一样 它会展开它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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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米叫什么 总之呢 它的那个包子 就会因为喷发 长大了 像香菇一样 碰 然后那个霉就会 咔 然后你走来走去 风就吹来吹去 好 那个霉就带来带去 所以你的那个霉的因子呢 水走到哪里 就喷到哪里 你的浴室里面有毛巾 毛巾上面全都是霉 都是发霉的东西 你的衣服 内裤放上去就发霉 所以你身体就容易生病 你身体不生病 你走出去 你们全家都是发霉 这个很恐怖 我没有在恐吓你 你只是没有注意到 你会发现 其实为什么常常这痠 小孩子在那边整天气喘 就是你范围不对 或是你的浴室太潮湿 导致于每一点太多 然后就会生病 生病不处理 最后就是癌症 最后就是癌症 你这种小事不做 做这个大事 那当然 如果你房子本身有癌症 比如说像炉渣屋 这个是台北文创大老 就是那个松烟大楼 松烟大楼四周什么都没有 那当然是在信仪区 那你要想 东斐一吹风一吹来 夹带基隆河上面的水 因为那边附近有河 夹带河上的水汽 直接吹到这个地方 所以没多久 它的炉渣就爆烂痘 就表示建商偷工减料 因为弄了一堆 挖了一堆这种烙烂痘 那当然建商表示说 我们也是受害者 你吃光不止息 你没有去验货 你被人家掺了 这个有的没的 你当然也要知道 因为你没有验 那被爆烂痘 但同时不是只有松烟大楼 五谷的两个社区 也是一样是有炉渣屋 然后为什么那个炉谷的社区 也是爆烂痘 因为地形是东北季风 所以吹着吹着一年多 炉渣就现行 所以这代表说 这个地点 不是只有炉渣问题 而是说这个地点特别潮湿 你就得在家里 要常常开厨师机 电费很贵我知道 但如果不开厨师机 你叫小孩要小心 你的肺要小心 你的皮肤要小心 你的衣服要小心 全部都要小心 你的小狗住在这种房子 就容易得毛囊 就容易打圈圈 然后就容易发美 发美要花你很多钱 因为狗是没有健保的 而且那个发美好不了 因为我有个朋友 他家住土城 离我家很近 土城 他整天把他的猫去带医生 去看医生花个三五千 动不动就花三五千 因为他猫咪身上有那个黴菌 清不掉 所以打针 擦药什么等等的 可是很严重的就是土城 对土城靠山 靠山潮湿 那如果他没有注意到 他们家很潮湿的话 猫咪身上的毛 就永远好不了 我有这样跟他讲 然后请他去买厨师机 试试看 我不知道他们听 有时候你会贴使说 动物医生说 这个猫就是本身身体比较弱 所以你要常常来 打看医生 打营养针什么鬼的 很话术对不对 就是你家太潮湿了 说实话 为什么猫咪喜欢晒太阳 因为毛容易得美菌 为什么狗喜欢在外面玩 我身上痒 在身上地上滚 泥巴滚滚很爽 泥巴可以去没劲 牛也喜欢在泥巴里滚 要想这些事情 所以就太潮湿了 好 再来 邻居 因为邻居你想要卖房子 比如说你家邻居 整天跟你说银子 讲一些闲话 你就疯掉 我第一年搬去的时候 我纳索是记者 记者不要每天早上八点出门 记者中午睡到宝再出门就好 所以我常常在社区出门 然后没多久 邻居就开始耳语 就问社区总盖室说 总盖室 那个男生怪怪的 看起来好少好小 怎么不去工作 整天在社区吃早餐 他到底是做什么 八道行业吗 为什么百年都看到 他在社区里晃 我心里想 我在社区里晃关你屁事 怪怪的 好少好小 不去工作 还是被小白脸被养吗 被包养吗 他是做什么特种行业的吗 有没有 我们的邻居都会讲这种奇怪的话 我是记者啦 记者没有去采访吗 关你什么事 邻居就很讨厌 当然这邻居没有恶意 他们只是那种 巴拉巴拉 gossip而已 可是我们没有恶意 就会一传十十传百 全部在那边传来传去 对不对 有所好闲在家里都不工作 也不知道谁该包养他 人家是把他当茶余饭 或聊聊天 可是如果你很在意的话 你就受不了 昨天王太太 整天找男人来 怕死人 你不要看一看 欧巴桑很厉害 我们社区有什么八卦呢 我都问欧巴桑就知道 欧巴桑没恶意 可是他们耳朵很灵 眼睛很灵 都知道哪一户正在吵架 想买房子 你也可以找欧巴桑 因为欧巴桑知道那户吵架 没多走那户就要卖房子 因为他们要离婚 离婚就要卖房子分财产 你的机会就来 那当然小孩子有时候天生无血 父亲有公园 很棒就会到处跑 有时候成为你卖房子的原因 我对小孩子没有意见 我不会讨厌小孩 但如果你家是在公园第一排 旁边有这么好玩的设施 这个公园就被邻居干狡到死 以前是坟墓 没有声音 温度比较低 邻居就觉得不好 所以政府就把它弄成公园 邻居就觉得天哪 还是坟墓比较好 因为这小孩子真的很开心 会在这边尖叫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需要安静的话 公园第一排得小心两个东西 早上六点搞不好就有了 只要有人阿伯 在那边放麦克风 他要唱歌要跳土峰舞 圆集舞 然后他非得要麦克风 唱卡拉OK 你就会吐嚣 他每天早上叫你起床 是不是他的权利呢 我不是很确定 因为公园里面是可以唱歌 但是可不可以用麦克风唱歌这件事情 我是觉得质疑 但是呢 他如果说直接开口唱歌 拿着手机 开着音乐 唱歌 那绝对是他可以的权利 只是这个如果早上很安静 鸟语花香的时候 在那边 附近的这 你得小心 所以如果你想要安静的生活 小心住在公园 第一排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但你如果很喜欢小孩 那绝对没有问题 你很喜欢老人 你也绝对没有问题 只是要小心 大家会觉得疯狂 再来 有人就很讨厌 所以有些官委会 有人就有是非 绑架 黑帮掏空三亿基金 你说你什么事都不想管 你想老死在这个社区 官委会叫我缴钱就缴钱 官委会叫我干嘛就干嘛 反正呢 我就不想管 社区的事情我都不想管 结果你家被掏空 他们有三亿 三亿耶 三亿的基金 你说谁不寄予 你什么都不想管 你的钱就被A光光 花掉两亿多的钱 对没有 你说他有建设吗 没有他直接A掉 我是随便找一些奇怪的 明目就A掉 回得来吗 回不来了 钱A走就A走 你说他钱 他钱花掉了 拿去买个车子 拿去玩女人 什么就没了 吸个毒 什么借个钱 就没有了 追不回来 所以这个社区太有名了 懂吗 你们家如果说大型社区 得小心 因为很多大型社区 都很容易被收到 黑道的寄予 因为钱很多 所以不要对社区 不闻不问 社区的账 社区的建设 社区的事情 偶尔你要关心一下 不然那是你的管理费 被A走就没有了 懂吗 被A走什么都没有了 坏掉了加码 邻居 有时候一些中古的那种 公寓 公寓顶楼都会有加码 因为公寓需要抽水 所以最近如果有些社区 开始停水的时候 你就会疯掉 因为你一停水 那大楼型的社区 它自然就会停止 因为它是那种 有电脑控制的 可是很多公寓 因为没有电脑控制 于是停水的时候 马达一直在抽 所以三进半夜的时候 它在那边抽水 在那边 你要睡不觉 你要不要睡觉 吵不吵 非常的吵 那邻居呢 它也没有 这个是高级示范 装了灭音箱 有没有 把那个加码的关起来 所以关起来就没什么声音 它那边 有没有 就很小声 但很多人没有做这个东西 但你可以换 比较安静的马达 什么日本制的马达 用比较久 它在抽水的时候 没有声音 只听到 的声音 那就还好 可是多数公寓不是这样 都是那种装 旧型的 能抽水就好 你要花钱吗 所以三进半夜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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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什么问题都有 然后就很恶心 那中南部非常多 其实台北也有 所以你要看到那种鸽笼 千万不要以为他们也在做 一定要把他搬走 不然台风来的时候 所有的鸟大便都会被吹出来 台风出现了嘛 所以夏天的时候 附近的邻居都是有苦难 因为所有的鸟大便跟鸟羽毛 都会被吹出来 那如果说没有台风 他真的在养鸽子的时候 你就知道什么叫恐怖 你的窗户都会有一些鸽毛 到处拈来然后鸽大便 然后鸡牛杆 看一下 可是你如果说不知道嘛 你买房子买进去 想说我们这是新的房子 新社区 结果呢 他的歌隆养在那边 你怎么办 他养在那边 然后你说 我买房子都不知道啊 景观很开构啊 旁边都是矮公寓啊 结果歌隆在那边 这时候你就想搬家 因为歌隆呢 谁在养 有势力的人 有地方基础的人 你找里长 搞不好是里长自己养 对 他地方基础 根深盘根错节 你觉得你可以关得掉 或是万一他是 迁赌站的那个中继站 或是他真的有在迁赌 然后里面的赌金很高 你怎么弄啊 他是黑道耶 开玩笑 你就跟他讲一下 你的头就不见了 你车子被刮烂 你小孩子危险 遇到歌隆 大概就是 你说我们善良的老百姓 养着鸽子吃的 有这种人吗 台湾养鸽就是赛鸽 没有人在吃鸽子的 烤乳鸽那个是养殖场 不是那种一般住家上面的这种东西 这都是赛鸽 小心啊 再来 香火鼎盛的庙 很讨厌对不对 其实这个我放这样照片的时候啊 这个也不是什么大甲妈 不是什么妈这样子 我真的是很庆幸 说实话我没有宗教的任何问题 你们如果有宗教的人 那你知道说 妈祖出巡在你家旁边你去拜一个拜 感觉内心会充满平静 扔个鸽子 感觉被他妈祖抚摸过 肯定要想如果你住在这边的人 你住这一户呢 你家儿子明天要考大学了 今天最后的抱佛脚 突然间 唢呐在那边还要放麦克风 然后呢 市长经过 谢谢大家 卢秀燕经过 台中市长 吵死了 我是不是要看书啊 我明天要考连考 你现在给我看 经过 他说没有没有 我们都有控制过 控制个屁啊 民众那边全部塞的钥匙 你怎么控制 你想要去买个宵夜都没东西 所有人在那边拜拜 拜托妈祖保佑我 好 无可厚非 但你就死定 你就会非常非常吵 所以这个情况 我在住三重也遇过一次 我真的急着出门去 去见朋友 下午五六点的时候 短短的五分钟的车程 我开了四十分钟 我开不出三重 我后来生气就回家 因为 就是 那个三重有一些妙 大地出巡 信徒 沿途夹带到处都是 他有没有交流管制 几乎没有 因为信徒太多 他无法管制 所以你不要讲说沿途的时候 那些棒抛啊 什么的 塞车塞掉爆炸 那你觉得大家有怨言吗 你敢讲说你有怨言吗 妈祖妈 大甲妈 这些妈祖在出巡的时候 你敢有怨言吗 你有这个权利喔 我只能讲说 今天如果你被堵住 你有这个权利喔 那当然你想说 妈祖保佑我们 如果说你不是那个大地勒 三重那个什么大地 我搞不清那什么大地 整个三重全部塞住 那你说找谁去 索赔吗 不是索赔吧 你可以叫他闭嘴吗 那结果警察在维持教兆 警察也很忙 他没有时间去听你的诉说 你找明代呢 明代说忍耐一下 我正在里面 我正在跟神明服教 你的明代在哪里 所以香火鼎盛的庙就很讨人厌 那这叫做有活动的庙 一年一次你说 一年一次不为公 不是 这些庙整天都在做这些事情 整天 或者是说 他原本是个土地公 像这个板桥这个案子 就是一个例子 星白豪在连巴比赔售 平均每户亏损2000万 这个是板桥的一个社区 它的正对面就是一个 拍不到 因为有点广角 正对面就是一个土地公 卖房子的时候都说 这个土地公 必要附近八个里 这个土地公很灵 然后神危险客 附近都能够 邻居能够保佑 讲是这样讲 想说土地公没关系 结果香火鼎盛 所以你住附近 顺着风飘过来都是香 第一天我们觉得 心旷神怡 觉得他的香好有点受潮 第二天开始 你受不了了 你整天被香薰 你就快吐了 有没有这种情况 很多啊 那如果信徒烧金子 然后那个烟飘到你家 拎到了黑去 然后那个什么 没有烧完的那个金子 会到处飘 飘到哪儿 烧到哪儿 你说我放大太夸张 不是 其实住庙第一排都是这样 这个叫做物理现象 然后阿飘现象就是 因为那是庙 旁边阿飘特别多 附近都是飘 在那边吸香灰 吸信徒的烟跟烧的金子 那边温度会比较低一点 我每次经过都有这种感觉 所以你面对一个庙 不管它是什么庙 它庙就是庙 除非它是一个没有用的庙 不然庙永远是庙 飘就特别多 我不信飘 不信飘你还卖 所以你当初买的时候 你觉得 土地坑好像不错 对吧 保佑住户这样 那你不是买航路地 航路地第一排不是很棒吗 那个大土地坑每天盯着你 你不觉得很爽 对不对 就是这样 跟名人住在一起 你会觉得很不爽 有时候你买的时候觉得 因为我们这社区有名人 所以房价特别贵 我们这个是总统住的 我们是行政院长住的 我们这社区都是什么医生 医生啊 什么立委啊 没有 特别棒这样 你知道狗仔 这就是我的生活经验 我们以前整天跟奸 对不对 当记者的时候 会做这样的事情 纵使我们这种财经的 也要做这个事情 然后你在这边跟奸 就看到王定宇跟这个人过从生意 这是过去的新闻 好 所以我们现在没有要批王定宇 在那边乱搞男女关系 我们讲的是说呢 记者整天在那边咔嚓咔嚓咔嚓 哎呀王定宇来了 拍着拍着 进进出出 结果呢 你带了小蜜镜来了 他也照样拍拍拍拍拍拍拍 若干年后突然间 你是个三八底 你小时候 你以前就被记者拍过 你不知道 因为照片全部都收起来 懂吗 突然间 不该出现的出现 不该出现的出现 你带不该进去的人都被拍照 你说 没有 那个是朋友不认识 白口莫辩 对不对 所以你跟明人住在一起 真的是很缺 就是万一他被跟拍 像 我们举个例子 像蔡依林 不是住瑞安街吗 台北市瑞安街 蔡依林家附近 比如说他要发片 比如说他有新闻点 比如说他跟男朋友在一起 比如说又跟男朋友分手了 他家附近都是狗仔 所以有一段时间 那附近没有艺人想要跟蔡依林住 因为整天都有狗仔在那边拍照 那你要出门倒个垃圾 你得全装 不然你的素颜 人家会吓死 而且还会说 你这个某某某艺人 居然是素颜 被拍到了吧 某某艺人带什么谁回家 带小山带小王回家 这样都会被拍到 记者的目标是蔡依林不是你 但是你只要经过这条摄影动线 你就会被拍到 所以一开始 维格在台北出现的时候 一开始大家趋之若鹜 跑去维格去开房间 后来不敢去维格开房间 都跑去五谷、新庄 那种比较新北市 比较偏远的地方 因为记者就直接放一台车 在维格什么都拍到 你想开房间 清清楚楚 车号进去了 车号出来了 所以很多在维格被拍到 那有些人什么 我记得陈仲谋 什么司法院长 跑到五谷去开个八百块的房间 因为他想要避开耳目 所以要去便宜的房间 没想到记者还是跟上去 因为有时候记者跟前都是 不小心跟到 因为他根本没有跟A 结果你出现了 他就给你拍下去 所以跟名人住在一起 尴尬 那还有一种尴尬是 记者太多 你看柯文哲 柯P的邻居卖屋了 降价五千万卖掉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新闻 2017年的新闻 柯文哲在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所有的记者 早上都在他们家门口问候 所以他的邻居不胜其扰 对啊 你要想想看 你如果早上要赶得出门 结果门口一堆记者在等柯市长 OK 他拍他的你走出来 记者会不会拍你 拍啊 先拍了再说 谁知道你是谁出来 谁知道 谁跟柯文哲住在一起 先拍再说 谁进去 先拍了再说 所以跟柯市长 住在同一栋的邻居 压力非常非常之大 你说记者不要拍好吗 我们有我们的那个什么 校像群什么鬼 先拍了再说 记者才不管你 你走出去外面 他就先拍了再说 所以你 没有人敢带小三回家 没有人敢带老婆回家 没有人敢带小孩回家 总之没有人敢带任何人回家 但小偷也没有人来 所以跟柯市长 住在好处就是小偷不敢来 对 我是不喜欢住在这种小环境 因为这房 这环境压迫感太高了 我承受不了 我喜欢开阔的景观 柯市长能够承受压迫的景观 四面为零 四面楚歌的情况 那当然重点还是 记者太多 就赌篮 你就想要卖房子 好吗 今天讲了一堆隐形的卖房子 希望你不要在任何的地方 中了这些招数 因为你只要中了这些招数 你就非一点卖房子不可 那你现在打草房的 平均地权条例修正之后 你不是想卖就可以卖 因为你必须要有一定的时间 或是你房地合一税要缴 或者是说你发现 卖不掉就尴尬 以上节目给你参考 下礼拜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了 拜拜